好 各位同学 那么这节课我们增补一下 就是还是关于PYLint PYLint真的是烦死我了 提问区里面好多问题都是关于PYLint的 这个对于有经验的同学不是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的话 问题还是挺大的 一个问题是我虽然说之前的第一次更新里面 其实已经告诉大家如何去安装PYLint了 当时我说的是在VSCode的右下角 它弹出了一个install的时候 你点击之后去安装PYLint 但是由于环境的差异 有些同学的话可能没有安装成功 或者是说有些同学 他不小心的把安装的框框给点掉了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安装了 那么这一刻我们再对这个进行一个说明 第一个我要强调的是 如果说你实在安装不好PYLint 就是Lint的话 那么你就忽略它 没有语法检测并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要太纠结了 你最重要的还是去学习 我们的课程的语法知识 学完之后的话 有时间的话再去导通导通 这是第一个我的建议 第二个是如果说你实在不想折腾的话 你就去换PYCharm好了 跟我们不影响的 这个只是一个IDE 所有的操作的话都是可以一样的 PYCharm里面是不需要的你自己去安装Lint的 之前我也解释过了 因为VSCode是一个通用的开发工具 所以说它里面的很多的插件都是需要你有选择的选状 比如说我还用VSCode去开发PHP 也有可能用它去开发View 还有可能用它去开发Java 这都是需要根据相同的不同的语言去选择不同的插件的 所以说实在想要语法 又想要语法检测 然后又折腾不出来的话 那就换PYCharm 非常的方便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同学说安装了PYLint 但是没有语法提醒 它有一种可能是因为现在的PYLint 它提示的选项功能 它提示的语法检测项变少了 最开始录制这个课程的时候 PYLint的话它的检测项是比较多的 现在的话默认的是变少了 如果说你想去调整的话 其实也是很繁琐的 其实这些所有的Lint的选项都是可以去配置的 这和我们前端的ESLint是一样的 ESLint很多东西也是需要去配置的 这个我也不建议大家在初学阶段 就去倒腾这些配置 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们这节课就给大家讲一讲 如果说你不小心的点掉了右下角的对话框 你又想去安装语法检测的话怎么办 其实大家首先要理解 就是说这个Lint它其实也是一个Python的一个库 或者是说是Python的一个包 那么我们Python里面去安装这个库和包的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使用Python这个工具去安装 用Python工具去安装 那么这个Python其实在你安装Python的包的时候 就已经安装到了你的操作系统里面去了 这个好像是在Python3.3.2里面就已经把它给集成到了 把Python这个工具集成到了Python的安装包里面 以前的话是要分开去安装的 现在就已经集成了 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现在的输入Python的话 它会说Python command not found对吗 这是因为我现在的环境里面 之前我们的课程里面谈到过了 我现在的环境其实是默认的系统环境是Python2的 而这种情况下面的Python它就不能自行 因为我们有单独的去安装这个Python 那么如果说你已经把系统的默认版本切换到了Python3的话 那你其实输入Python的话这里面是肯定能找到的 那么如果说是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这种情况 就是你的系统的默认的环境是Python2 但是你安装了Python3 那么我们之前说过了你要使用Python3的指令 对不对 那一样的 这个地方你要输入Python3 看到没有 你使用Python3的话 就会调用Python3的Python3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 大家如果说是要去安装Lint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通过Python3的 Python3的Python3的话 注意我这个地方再次提出 你如果说的系统默认的版本是Python3的话 比如说你是Windows操作系统 你只安装了Python3 那你就输入Python3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是Mac环境下面的话 你可能是希望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Python3的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你输入Python3 然后的Install 然后是PyLint 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它就是可以能去帮助你去安装Python3的 那么很多同学觉得PyLint不起作用 或者是说PyLint它显示的语法项太少了 那你其实可以换一个语法检测报 比如说我们是可以去安装Flag8这样的一个安装报的 那其实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这个也是一个语法的检测的工具 很多同学在说 就是说Flag8和PyLint 我到底如何选择用哪一个呢 假如说你两个都安装了 其实是可以在我们的VSCode的工具集下面进行配置的 VSCode下面有一个文件夹 然后有一个setting.json 然后你看它给你的默认的配置项了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需要手写这样的一些配置项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Lint是否开启 True就是开启 Force就是不开启 然后呢 这个PyLint Enable的话呢 把它设置成True 就相当于是你要用PyLint的去做语法检测 而如果你把这个Flag8去开启 设置成True的话 那实际上你就开启了Flag8的这样的一个语法检测 好 那么这个Lint 我又增补了一个小节 这都是第四次去关于这个Lint的说明了 那么我所知道的方法和方案都已经全部把它讲出来了 那么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 方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至于说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就是这个Lint还是无法显示的原因 那么这个更多的时候呢 是我们每个同学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环境 还有我们的VS Code的版本 以及那VS Code的一些配置 会导致Lint无效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而环境的这个问题的话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我确实很难帮助每个同学都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几个方法 第一个是你自己能要去多在你的环境下面去测试 不是说老师不能解决 而是老师没有你的这个环境 他无法呢去进行这个调试和测试 那这是一个啊 自己呢多在自己的环境下面去测试一下 第二个呢是啊 就是我说的啊 你要不就换这个PyCharm 它这个里面的语法语法的这个工具呢 都是已经给大家的集成好了 然后的话呢 实在不想折腾的话呢 我觉得呢就跳过这个语法检测吧 它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啊 最重要的呢 那还是呢去学习咱们的这个语法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